6月23日,丁真第一次亮相威亚的直播间 直播中,威亚拿出了为丁真准备的哦、莲子之类的东西 因为她没有吃过,也没见过 我们可以看出,言谈举止,相当得体 丁真是非常有礼貌的 随后威亚拿出给丁真准备的防晒礼盒的时候 丁真立马站起来,表示感谢 在6月22日,威亚就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她与丁真同有杭州西湖的照片 相当于为本次直播进行了提前预热 脸上的表情略显羞涩 看上去依旧单纯,丁真是四川藏族 因此,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自从火了之后,丁真就一直在努力地学好普通话 在直播间里,威亚还叫丁真说绕口令 丁真都能将这些经典的绕口令准确地重复出来 非常努力 据悉,目前丁真已经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名为四川小马少年文化传媒工作室 注册资本是3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、投资人以及实际控股都是她自己 工作室主要营业范围是非常广泛 这是完全在向娱乐圈发展了 希望她能保持最初的那份纯粹